96年对我们的家庭可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,因为96年以前,由于长时间的矛盾,家庭的矛盾,出于我呢,跟我爱人感情不和,所以我们决定了在96年,也就是王博上高中以后协议离婚,家庭频频出现了危机,因此王博也就停止了学习钢琴。 我那身体也非常不好,神经衰绕,肠胃炎,心肌炎,我爱人身体也不好,神经衰绕,整夜睡不着觉,每天好吃药。 王博呢,由于家庭出现了危机以后,他的学习情况也很不好,我们家庭处于这种状态,有一次呢,我们就提前跟王博透露一下离婚的真情。 怕突然离婚以后,孩子承受不了,当这事跟王博说之后,王博抱头痛哭,这件事情对一个14岁的女孩子来讲,在他的精神当中是个沉重的打击。 我看到这场面之后,又赶快去安慰他,我们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去做他的思想工作。 所以,我们就在这种矛盾交加的当中,在维持着这个家庭。 就在96年的7月份,我爱人呢,在书店买到一本书,转法轮,回家以后非常高兴,从而就开始了修炼法轮功。 通过修炼呢,我发现他从思想,性格,身体,变化都非常大,也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与态度。 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,所以吸引了我,我也拿起这本书,当我一看到这本书之后,哎呀,太好了,所以我也开始修炼。 我们夫妻之间,共同开始修炼,用真善人去做,试试被别人着想,遇试呢,找自己的不俗,我们夫妻之间互相开始理解,互相沟通,家庭呢,矛盾缓和了,家庭也和睦了。 在这时候呢,王博也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变化,他也开始了,看这本书,开始修炼。 他也明白了修炼做好人的真正意义,所以严格要求自己,学习成绩呢,稳步提高。 所以在99年高考,以优异成绩呢,被中央营业学院,天津营业学院,河北师范大学三所院校录取。 在这个阶段当中,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全盛时期。孩子考上中年大学,我们家庭也和睦了。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,我们的家庭出现了一个新的生意。 就在王博一家对美好的幸福生活充满信心的时候,99年7月20日,江泽民集团却突然开始了,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残酷镇压。 这一切,使广大法轮功学员感到无法理解。 在那个时候,他们能够想到和做到的,也只有中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,上访。 我们感到很震惊。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向政府表明我们的愿望和意见。 所以我们呢,就以法进京上访。 这一进京上访,就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和破坏。 这时候呢,我就先后两年多来,先后被开除党籍,撤销职务,调离工作,听怕工资。 以至2001年的5月,被市610警察无故将我关在屋里嘟打。 警棍、垫棍,拳脚相架,将我的左眼打出浴血,后腰呢,也打出,也打得受伤。 我爱人呢,就因为不放弃真善人的修炼,在单位里长达关押了四十多天。 以后呢,又曾经多次的遭到破坏,被非法呢,开除了公职。 多次呢,非法拘留关押,现在呢,被非法劳教。 王伯呢,也因为不放弃真善人的修炼,在学校呢,也受到了学校校方的多方做工作。 学校呢,认为压力很大,上面有指示,要想上学呢,就不允许炼法轮功,要炼法轮功就不能上学,二者,只能选其一。 王伯看到这种情况,也不想跟学校带来压力,所以自己就选择了退学。 是被迫退学了,这个以法呢,进行上网,结果被非法劳教三年。 我呢,被迫有的事主,一个家庭,就因为说句真心话,不放弃真善人的修炼。 却被迫害到,直离破碎,家破人亡的地步。 可焦点访谈却说什么呢? 焦点访谈却说这个家庭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命存失亡。 这简直让人不可理解。 焦点访谈却说什么呢? 说2001年的11月,王伯提前结交回家,家里空荡荡的,父母为了护法离开了家,离开了单位。 这又是无极之谈。 我们是不放弃真善人修炼,所以被迫害成这样的。 因为我们96年,我们通过修炼以后,家庭受益幸福美满。 就为说句真心话,跟中央表示我们的愿望和意见,就被迫害到这种程度。 反而他却这样说,混淆是非,颠倒黑白,欺骗世人。 焦点访谈呢,为了粉饰美化,教育挽救这个成果,他们呢,假借领导看望我们一家的名义,把我们居在劳教所,用了很短的时间,大概就是半小时了。 就在劳教所里,给我们照了全家在一起的一张照片,和录了几个镜头。 可是,报纸却利用这张照片,却在报纸上大意的思意尽歪曲。 我们见了那次面以后,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。 可报纸上却说我们已经团聚,我爱人现在仍然被关在劳教所。 继续受到破案。 我未出来之前呢,依然在河北省洗脑中心,变相被监禁。 王博呢,也仍然变相的说法,现在还在洗脑中心,监禁。 怎么能是我们就团聚呢? 另外,新华社呢,报纸更是不及之谈了。 新华社的报纸文章上曾经刊登的我所说过的话,我转话后说的,我跟女儿见面说的话,一个字,一句话都不是我说的,全是他们编造出来的。 我看了之后,又感觉到非常好笑。 怎么能新华社就编成这样呢? 原来听人说有些宣传都是假的,这回我可真信了,因为在我的亲身已经体验到了。 明明是江泽民集团,把无辜的好人关进监狱,使原本美好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。 但是焦点访谈节目,却将这一切责任推到法轮功身上。 而且在节目中,还极力地粉饰劳教所洗脑中心,把他们对法轮功学院的强行转化称作是春风话语。 那么这种强制转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呢? 河北省洗脑中心位于施家庄市北城街,也就是过去的劳教所三大队,也就是旧监狱。 那里是高墙深院,铁门紧闭,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楼房的窗户全都是用铁网封闭。 法轮功学院所有的被关押的都是强行被绑架进去的,一进去后,就被立即关在了唐发市。 24小时不让睡觉,采取了灌束颠倒黑白,混淆是非的谎言,用种种的断章取语的邪恶理论,对学员进行强行洗脑。 有的学员残酷,有的学员被残酷的迫害到,神志不清时,他们就用那种悲惨的手段,让学员自己放弃。 有的学员长时间不转化,他们就采取更卑鄙的手段,进行拔眼皮,学员困了之后,他就用手拔眼皮,弹眼球,揪耳朵,灌凉水。 有时呢,灌白酒,不管男女老少,不转化,他还要灌白酒。 大人,甚至呢不让去厕所。 大法弟子丁丽红,长达十五天不让睡觉,进行精神扑寒。 把耳朵救出血,刘慧娥呢,不让上厕所,竟把大便拉在了裤子里。 大法弟子江凡呢,左手呢,被打火机,烧出疤痕。 更不可理解的是,他们用圆珠笔往学员的手背,胳膊,脸上,写满师父的名字。 用分笔在地上,写满师父的名字,逼着学员用脚去踩,卑鄙无耻。 而且,洗脑中心的恶经孔凡韵,还常对转化后的学员说,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你们打人,骂人,那时候,才是转化真正的彻底了。 通过以上我谈到的,这些都是我亲眼见的,只是一部分。 通过我们家的修炼情况来看,96年,我们家庭,96年之前,我们家庭面临着破裂,而修炼法轮功后,家庭和睦,身体健康,幸福美满。 99年720后,为说一句大法好,却被政府迫害到,驾破人亡的地步。 我现在就称轻这一事实,揭露焦点访谈和新华社,用谎言欺骗世人。 同时呢,也为我自己在被强迫,谎言洗脑后神智不轻时,对师尊,对大法,不符合实际的言论,感到万分痛心和悔恨,并声名作废。 对不起师尊,对不起大法,对不起被蒙蔽的世人,也希望广大的世人共同起来认清是非,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,还社会稳定,还美好家庭。 各位观众,在面对各种压力和洗脑的情况下,所谓被转化的言论只不过是被用来欺骗百姓的工具,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您更好地了解事实真相。 谢谢大家。